那今年婚式你覺得有望嗎 努力一下 希望可以看可不可以趕在今年 先求婚 跟他策劃一下 等一下主要這件事情要先當個驚喜 要先保密 龐白哥報報 省見紅線 每月六萬多房貸重擔 開心事業拼買新屋今年求婚 從回之前常常錄影的感覺 之前去市場的時候會喊 然後上次的狀況的時候比較不穩定 都在現場還要唱唱歌 發現自己唱歌的狀態還可以 我主要就是堅持一個月大概四到六點 在菜市場賣集團這件事情 甚至有一些人覺得很正面 能夠激勵他們 然後我覺得也蠻開心的 還有人特別就是從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特別有騎車來或開車來 然後就為了跟我捧場 然後我也特別的感動 那有想說要擺攤到什麼時候 有想過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年後了嘛 所以稍微會慢慢開始走向淡季這樣 但其實也會稍微再嘗試一下 甚至也會思考說 要不要換一些產品 然後夏天要來了 所以也會思考說 看夏天大家需要什麼 每個月開銷有十幾萬了嗎 沒有到那麼高了 之前每個月要還到六千元 就會有點壓縮到生活的平衡 就兩房的方向 兩房 快快 快兩房 快兩千 這樣 一圈就是不一樣 因為你知名度有時候會比較 黃的時候 你收入來源可能會很快 那你可能過了一段時間 大家可能遺忘你了之後 你可能你的生活就會銳筋 心理有時候會比較難 那我覺得做生意呢 就是可以比較腳踏實地一步 一步來 那有可能可以慢慢的越做越好 接下來也有一個皮拉提斯的教室 然後現在進入試營運的狀態 然後時候也會開股跟他見面 新的創意 對 新的也是有跟日本一起投資的 這樣就做幾次吧 那今年婚式你覺得有望嗎 努力一下 希望可以看可不可以趕在今年先求婚 那策劃一下 對 只要這件事情要先當一個驚喜 要先保密住 三里娛樂新聞可可可是 你現在講出來了耶 報道